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爱尔兰歌手、社会政治运动者兼慈善家格尔多夫、Bob Galdoff,今13日退回货班的独博临世自由奖,Freedom of the City of Dublin,抗议也获得该奖的温珊苏基,Om San Sikini。 BBC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实际领导人温珊苏基因罗新亚争议饱受批评,目前已有超过50万罗新亚人逃到孟加拉,国际领袖汉人权团体谴责温珊苏基不愿承认这被联合国称为种族清洗的军方暴力。 格尔多夫表示,温珊苏基与独博临的关系让我们感到羞耻,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我们曾尊敬招养他,但现在他让我们震惊和羞愧。 格尔多夫在周一上午到爱尔兰首都市政府交回奖项,知名爱尔兰乐团U2有在11日发表声明,敦促温珊苏基对军方暴力事件采取强硬态度,并指他没有解决危机。 看来就像是赞同此事,罗金亚人遭受恐怖和惊人的暴行必须停止。 上个月,英国牛津市议会撤销了翁山苏基的自由奖,翁山苏基曾就读的牛津大学也摘下他的画像。